这样做,没有你打不出的字。 遇到不认识的字,怎么打出来呢? 比如这几个,我们可以利用搜狗输入法来进行输入。 方法就是,我们先输入一个字母U, 然后再来输入文字各部分的拼音就可以。 比如第一个,我们先输入U, 然后是那有牛,特用桶,这样就可以。 第二个,U,那有牛,那有牛,那有牛。 第三个,还是U,那有牛,那有牛,那有牛。 这样就好。 但假如遇到这种没法通过各部分拼音来输入的字, 又该怎样打出来呢? 此时我们就需要利用手写输入这个功能来进行实现了。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搜狗输入法最后一个图标, 我们点一下。 在这里就有手写输入,我们点一下。 此时就可以开启手写功能。 我们在需要显示的单元格,我们点一下。 然后在这里我们写一下文字。 写完之后在右边这里就会出现我们需要的。 我们在这里点一下。 那么这个字就进来了。 关闭这个窗口就可以。 通过这种方法,以后没有你打不出的则。 感觉有用,在评论区打个有用。 你的点赞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 欢迎大家交流。 谢谢。